暗访为老狄第69期 这期视频我们来讲一下黑白显影液的安全问题 很重要 显影液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溶液 一个是溶质 显影液在稀释配比之前呢 有的使用水来作为存储液的溶剂 有的使用砖液溶剂 因为你无法避免水中还有氧气啊 所以一般来说 使用水配置的显影保存液 保存期都要短一些 因为砖液溶剂 比如三宇春不太容易吸收氧气什么的 那么显影液的配方当中呢 有这样几个部分啊 显影主剂用来生成营调 显影副剂用来丰富营调 保存剂减缓显影剂的氧化失效 加速剂控制PS值也就是反应速度 抑制剂减少灰雾的产生 那么在这当中呢 显影剂的安全性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化学品安全等级 一般来说分为三类啊 一般化学品 一般微化品和危险化学品 简单来说呢 一般化学品对人体和自然的损害比较小啊 一般微化品就是具有明显的毒性 或者稳定性较差 危险化学品就是受国家管控的 一支毒和一支爆的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在古典摄影工艺当中 是有应用的 比如我们叫施板古法定义的方式 就是使用氢化钾溶液 属于剧度 当然现代可以使用流带六三纳 或者流带六三安来进行定义 那么你看到很多人的进行 火灭胶施板的商业拍摄 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火灭胶和消散银都属于一支爆品啊 是受管控的 需要登记和备案才能够购买和使用 为什么说施板商业拍摄会有问题 因为在公共场所你是不可能取得 易燃易爆品的存储和使用资质的 不论是公安消防环保甚至工商都可以处罚你 并且大概率是同行相互举报 那么危险化学品通常会标有这十二种标签 腐蚀性 爆炸品 高度易燃品 极度易燃品 对环境有害 氧化剂 有毒 剧毒品 刺激物 有害 生物危害 有放射性 你可以看到这些标签都是黄色的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十二种标签 一定要尽快远离啊 切记不要试图操作和使用 这不是普通人能够掌握得了的 那么一般危化品有些没有标签 有些会有这五种标签 易燃物 腐蚀性 有害 健康危害 环境危害 有害 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 说明了它具有一定的毒性 但是它们不是剧毒 对于化学试剂来讲 抛开剂量它毒性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在暗房使用的基本上 都在一般化学品这个范围内 那么第三个类别呢 是人们常常忽视的 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啊 具有明确危害的一般危化品 常见的标签有爆炸物 氧化物 高压气体 有毒物质这几种 也有像对面二分这种 极其了四种一般化学品 危害标签的 也被MSDS化学安全说明书 归纳为一般危化品 所以像第七六 第七二这种先行业 在操作过程中是需要戴手套防护的 这要点名批评很多老师傅在冲洗底篇和相纸的时候 直接上手的情况 不仅不注重自己的健康也误导了他人 那么还有什么是我们容易忽视安全性的事迹呢 我们只谈常见的 淋满二分 对本二氨和淋满二氨 它们的化学危害标识都具有健康危害 有毒物质和环境危害 并且淋满二分有腐蚀性标志 淋满二分是我们俗称胶分的一种 但是严格来讲胶分是胶性末世子酸 别名是联本三分 联本二分是具有高毒性 遗传性和致癌性的 按道理来说一般化学品也有些毒性 只要做好防护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临本二分这东西呢 是可以直接升华的 也就是固体直接变气体嘛 水溶液也可以蒸发 那这就厉害了 基本上你不能够在室内玩这个东西 也不能排放下水道 因为会蒸发 具有遗传毒性和致癌性的东西 我的态度是不需要谈伎量 坚决不要碰 你应该清楚你得了癌症 或者是你的子女生的病 那影响的是半辈子的事情 几十万上百万挡不住的事 不是冲一回底片的乐趣可以抵消的 所以像Hypercat和Paracad HD 这两种还有临本二分的交配项页 我的建议是不要碰的 你会在国内外的网站上 看到这种项页的销售 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没有说 这个东西有毒 甚至有说没有毒的 非常不负责任 我不理解你配要的时候 都能看到有毒标志 你卖的时候说 梅毒是什么心态 对本二氨和临本二氨 是用来配置一些小众现氧液的 有毒且毅然 大家就不要太好奇了 那么有这么多不能用的 可以选择哪一些试剂 来配置比较安全的现氧液呢 比较安全的有米托尔 格拉星 菲尼童 抗化学酸和联本三分 他们都属于一般化学品 这里比较有争议的是联本三分 也就是胶性墨石子酸 我们来说一说 我们以MSDS 也就是化学品安全说明书 作为依据来进行判断 MSDS是一些化学品牌 在销售化学品时 必须出示的安全说明书 通常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 来检测出具 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种毒性 来进行对比 几至死联本三分 大鼠LD50是789毫克每公斤 米托尔大鼠LD50是705毫克每公斤 对本二分 大鼠LD50是320毫克每公斤 临本二分 大鼠LD50是260毫克每公斤 所以谈毒性从小到大 是联本三分 米托尔对本二分和临本二分 那么交分有毒 是临本二分有毒 不是说联本三分有剧毒 这个大家不要搞错了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专业厂家推出的现影业 是他们的包装上都会有安全标识 比如科达 比如伊尔福 比如阿杜克斯 因为有环保和安全方面的法规 你现在基本上不太可能购买到有毒的显影业 但是个人配置的千万要加小心 如果我们以D76项页作为可操作性的标准 跟它安全类似的有伊尔福的ID86和ID13 比它毒性率低的有D23、D25项页 XDOT项页、PMK项页、510和ABC的交分项页 WD2H项页 那么有毒不建议使用的就是Hypercat和Paircat HD这两种 那这一年又快要过去了 还是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快快乐乐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